爷爷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从来没有来过 你当然不知道 这是历代庄主闭关练功的地方 除了庄主谁都不许进来 上去吧 爷爷 我现在要传给你毕生的功力 爷爷 这怎么可以 别说话 集中精力 爷爷 记着 我 今天 9 综 9 10 9 10 9 10 10 爺爺 爺爺 你不值得为我这样耗尽内力 我老了 命不久矣 抗金大业要由你们去完成的 几封谨记爷爷的教诲 记住 千万不要像你二叔一样 为了一个女人断送了前程 知道吗 是 我知道 江湖流传 岳将军的遗物在少林寺内 我想 你去少林寺走一趟 以我传你的内力 应当足以助你去少林逢身之用 你在这里 再待上三天三夜 把你我的功力融合在一起 就能创造出至高的力量 这帮是什么人 爷爷 这帮是什么人 乌合之中 到我们明剑山庄来捣乱的狐情勾当 那就不用客气了 这位一定是明剑山庄的易少庄主了 不错 你想试一下我们明剑山庄的武功吗 让我看一下明剑山庄是不是浪得虚名 请借鉴义勇 少庄主 还不出手 别还想来讨教一下 少庄主的武功果然是了的 这明剑山庄果真是名不虚传 我们本来想请明剑山庄带我们到少林寺讨回公道 没有挑衅之意 刚才老庄主说少庄主不想见我们 所以产生了一点误会 既然少庄主已经来了 我们可以重尝记忆共商大事吗 我们明剑山庄向来为江湖武林主持公道 名垂百年 这次你们既然让我们来主持公道 定当当人不让 季风 明天你带大家去少林寺一趟 好 明天早上 我们在这里出发 这剑 名叫绝命 是你爹用过的剑 我一直收藏着 今天 它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在下明剑山庄一季风 和众武林人士前来拜见少林寺玄志大师 必死简陋未能接待各位 不知各位所为何事 小僧可代为通传 此事非同小可 我们一定要和玄志大师当面商谈 请诸位让一下 义是辱留步 本寺乃清静修养之地 本来就不允许外人进入 但因我佛慈悲 而且朝廷班令 本寺才接待游客及上乡信众 众位来此并非进乡 亦非旅游 那言下之意就是不让进咯 来意不明的 本寺一概不接待 如要硬闯 只有一本寺规矩 先由本寺罗汉堂众师兄接待 怕什么 我们跟他们拼了 拼了 跟他们拼了 跟他们拼了 请杀完勿造 我们这次来 不是来打架的 是来讨回公道的 不知施主所谓的公道是什么 听说少林寺里 藏着得到岳飞遗物的张军宝 我们这次来 就是来找张军宝 问他讨回遗物的 施主可能弄错了 本寺从来不招待外人 应该没有施主所说的 张军宝这个人 我们这次是远道而来 不能因为你一句话 就以为没有事情发生 就以为不了了之 那施主想怎么样 刚才我已经说过 我们要和玄智大师 当面相谈 那也只有 以本寺规矩 请各位先行卸下兵器 分为五人一族入寺 我们不服 你们要医你的规矩 为什么要医你的规矩 为什么要医你的规矩 对 为什么要医你的规矩 为什么要医你的规矩 至终为美其人大线 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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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出外别冲动 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对 对 住手 住手 明剑山庄 果然名不虚传 大师事 罗汉堂护堂 亲自叫 在下明剑山庄 一计风 拜见少林寺 方丈大师 好厉害的内力 看来今天这场恶斗难免 各位师弟 随我出去 是 阿弥陀佛 师父 在下明剑山庄 一计风 前来拜见少林 方丈大师 老纳玄智 不知一时主驾到 未曾远迎 还望恕罪 不敢 早闻少林寺威名 千年古差 武功天下第一 今日一见 果然是不同凡响 天下第一 从何说起 在一时主面前 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方丈大师 此话怎讲 刚才在少林山下 义师主连拜我少林弟子 武功出凡入圣 明剑山庄 才算得上 名不虚传 不知义师主这次到来 是为了切磋武学 还是有别的事情 如果要是为了切磋武学 那么义师主的目的 已经达到 这几天正是本寺的 休克期间 不好招呼各位英雄 还是改天再来吧 大师 我们这次来 是要找一个人 少林寺 武士俗之人 都是修佛学佛的僧人 我们还要静坐达修 你们找错了地方 我们要找的人 是张军宝 他不是少林僧人 少林寺正在休克期间 不会招待外宾 你弄错了 大师 这里来的武林人士 有很多 我不能因为 大师您的一句话 就以为没有事情发生 就以为没有这个人 就算我同意 大师您的说法 在场的诸位 他们能同意吗 同意 同意